转101董事长贾永杰 在脸书上晒出与台北101的合照 脸上的开心笑容藏不住 写下人生下半场预备备 准备迎接新挑战 短短15个字告诉大家 自己接下101董事长的位子 不过大家都很好奇 贾永杰上任之后 会递台北101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贾永杰宣布 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邀请玄冰来台湾参加活动 善用自身的演艺专长 把观光结合星光 替101在世界上发光 贾永杰有多爱玄冰 在IG上就看得出猫腻 结婚20周年 PO出与老公王兆杰的青色合照 不是写结婚纪念快乐 而是写下孙一臻的老公好帅哦 让老公王兆杰哭笑不得 不过巧的是 玄冰在韩剧中饰演北韩军官 贾永杰的父亲也曾认住南韩武官 不仅如此 爷爷贾得要还是抗日英雄 曾任陆军总司令 还当过中华民国国务总理两个月 与奶奶还有一段旷世之恋 爷爷为了照顾奶奶 不在意他先前已经有家庭 将奶奶与爸爸 从南京接到北京一起生活 浪漫的故事 根本堪比真人版爱的迫降 我会认为有一个中心思想的一个价值观 就是我们当然身材好 你穿你爱漂亮 你要展现你的身材 我觉得都是OK的 但是前提是要漂亮的 是要有那个美感 贾永杰过去除了担任主持人摩特尔之外 也经营了婚纱事业 经验相当丰富 财政部官员也现身说法 贾永杰的形象正面 在演绎 时尚还有行销方面都十分专长 这也是为什么选定贾永杰 担任101董事长的原因 台北101一直以高端的精品百货著称 不禁让人联想 贾永杰上任之后 透过演绎 时尚 行销三大领域的专长 会替101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 东森新闻 陈一中 许成轩综合报道